下面比赛开始 Now the game starts 请出场下一手争夺开球前之前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史蒂芬亨德利获得开球前就前 乔士忠实拔球领导者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国秦皇岛2015乔士杯 第三届忠实拔球国际大师赛 我们在第二个比赛日 下午三点钟的这个时段 为您安排播出的是 两位传奇大师的对决 由史翠楠对阵亨德利 两位传奇大师在 这次总决赛啊 之前三场比赛的表现 不太仅如人意 目前为止两个人的出现前景 都很黯淡 都是三战皆赋 这场比赛我们也 其实不太关心 他们是不是能够晋级啊 关键是 嗯 怀着欣赏的眼光来看 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过超人的战绩 比赛开始 第一局实际分亨德利开始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 张庆永老师 陪同一起欣赏 大家好我是张庆永 啊 下面看一下啊 亨德利的冲球局有球下啊 开球之后啊 其他球散落的位置都还可以 看一下 亨德利是如何选择去进攻 花色球啊 选择花色球来进攻 打进中带之后 顺势把14号球 与另外一颗花色球 相贴的球踢开 11号底带啊 迪根拉回了一点点啊 这样15号球 上方底带的带口也是让开了 继续啊 同样打法 将另外一边带口球啊 先打进 然后 把15 14号球 近带的这个 路线也是让开 这样的话啊 从上半台来观看的话啊 上边还有三颗花色球 然后 黑巴 黑巴 以上方三颗花色球 属相临近的 下半台的话 还有一颗9号球 看一下亨德利 在如何做下一边9号球的衔接 这个球打的低杆上 我看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嗯 10号球啊 做成了障碍 不能去继续进攻 这样的话 只能远台去打9号球来进攻 角度很大 很准啊 这个球打的 10号 是不是还能有下呢 对 10号球这个角度啊 不知道有没有下啊 右上方的底带 啊 爆带里应该是有下的 打厚了一些啊 打得比较厚 嗯 这样把机会又让给了史翠南 我个人感觉啊 嗯 史翠南和亨德利他们两个出竿的节奏和速度上 嗯 我感觉史翠南可能还绿快一点 嗯 是的 他的 嗯 球风更加的犀利一些啊 而且是 嗯 尤其是岁数大了之后啊 可能表演性质也更多一些 嗯 亨德利还是 嗯 像他巅峰时期那样啊 中规中矩的来打比赛 啊 可能跟他本身去 以前习惯打的这个 呃 斯诺克也有关系啊 一板一眼 很规矩 是的 史翠南的华石表演也非常厉害 大家应该能够在网上搜索到 非常著名的 至少两个华石 一个是移动把 一个是 一杆进14个球 啊移动把 一杆进14个球 看一下 10号球组合啊 单下 这个球还是打厚了一点 目前啊 单侧球在场上的话 这三颗球 二号球自然打进啊 高端吃 底裤 然后边裤上去 走 顺利走到了六号球 左上方的底带 看一下这一杆 它是不是会用 低端右侧旋转 横抬啊 避过黑八去叫 同一组 单侧球 右边中带 啊对的 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啊 叫八号球 右边的中带 一颗星 两颗星啊 第三库的时候 很不凑小 运气不占在这一方 吃到了桌嘴 底带准处啊 没问题 这样第一场的话 只要拿一比零领先 横德利 第二局 艾尔史翠南开球 哎下午的话 我有看到 那个史翠南这边啊 右边的大壁上有绑 固定的这种 像绷带一样啊 对啊你熟悉这个吗 嗯 并不是很熟悉 我在网上听 看到过一种说法 是这好像跟伤病有关系 啊跟伤病有关系 类似于绷带 或者绑腿那种感觉啊 嗯 开球啊 开球 史翠南开球局有球下 但是白球的落位 不是很理想 对于他选择进攻的话 不太乐观 这个球 因为他如果要打单色球的话 他目前要解决的难点比较多 呃 有像一号球与二号球衔接 然后还有边库的 目前剩 又多了一颗啊 四颗花色球都在 中带 右中带上方一片 啊 看一下 亨德利来进攻 9号球 右下往底带 打进 低竿向后稍微拉一点 然后顺利交到了 11号球的左下往底带 15号球 左边中带 嗯 咱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亨德利这回用了个大头杆 对的 连亨德利都用大头杆 大家 我是一个大头杆的啊 所以支持大家也诚实一下大头杆 上次的大头杆公干 嗯 然后就这么用起来了 那这也算是你与大头杆的一个情缘呢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大头杆 因为那时候没小头杆 都是那种 对套头的 对对对 一个塑料的帽套到上面去的那种 类似于 枣红木还是什么木的那一种 对枣红色的一个一个球杆 那你说这个年代 在我印象里应该是90年代 一个时候的事情了 嗯 比较早 对 然后我印象里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说 如果当时因为是没有翘粉嘛 就是没有擦到皮头上翘粉 我们都会用一些粉笔 尝试性的往上去擦 其实翘粉这个词跟粉笔 在英语里面是一个词 一个词 一个词 我还好我赶上了有翘粉的年代 对对对 我们当时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 有去打过几个 然后 老板有时候没有翘粉 我们不懂什么是翘粉嘛 所以说他会给我们粉笔 让我们说抹到上面啊 这个是防滑的 哎 不是粉笔 对对 就是粉笔 不好意思 嗯 嗯 嗯 运气 运气 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 给亨特利做了一杆斯诺克 亨特利 是解呢 还是跳呢 嗯 我感觉应该是解 因为他个人好像用小 用跳杆的时候很少 他打斯诺克也习惯了 对于自己的解球功力是很有信心 是的 解完之后看一下运气如何 嗯 不是很好 没有像刚才史学男一样 用一个球给对方做成那种进攻上的障碍 现在史学男可以选择带口球去过渡一下 然后打二号球的左边踪带 或者是七号球啊 左上方抵带 这样的一个进攻打法 七号打进 母球弹一扣过来 顺利叫到二号球左边踪带 看一下黑八他的一个脚位方式 嗯 不出意外应该是教科书士的三库 嗯 他在看白球要走的一个线路 不过好像是不是角度偏大啊 下低端 没有选择三库的线路 低端左塞这样去叫 继续叫中带 力量有点过 诶 速度太重了 有没有坐上斯诺克 应该是挡住了 挡住了啊 抱了一个带啊 勾屏幕啊 左下方抵带 哦 勾到中带附近了 嗯 还好啊 目前这个角度 剩下的花测球中带进攻应该是有效的 看一下 有效 如何去选择 这个白球的一个行进线路 感觉好像在打底带 哦 做一杆防守 这个我看的不是特别懂啊 他是想把 应该是想把目标球去打到左下角的带口 然后白球不给对方黑巴擦左边中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双方开始了 防守发战 虽然这一杆斯诺克做的是比较漂亮的 用黑巴成功的 用黑巴成功的将 亨得利的花刀球给做住 解球啊 看一下解到 轻轻一碰 白球还可以 但是对方还是有左边进攻 这一杆 应该说 是一杆可以 无需 考虑太多防守的 放开式的进攻 因为对方的话 在底下 好的 发力打进 第二盘 紫水南 2比0 胜利 目前的话是2比0 领先亨得利 除此以外 没有三战全胜的选手 有两战全胜 但是还没有打第三场的选手 下面看一下啊 亨得利的冲球局怎么样 冲球啊 有球进 看一下白球的位置 白球位置还可以啊 目前啊 亨得利如果选择 进攻单侧球的话 在屏幕左上方的7号球 啊 与对方花刀球 衔接的那个位置 应该是他 要提前先处理的一个难点 我们看一下啊 亨得利这边进攻的一个 啊 私论是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就是私人员的一个 是怎么办呢 我先回来 然后呢 这是基本的 我没看见 一个 这是一位 最好 那是比较多的 紫翠南拿到了一个自由球 这一杆的话 他如果想低杆去K 边库上的7号与9号也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衔接位置 看一下他如何去选择进攻 会不会表演用低杆 左赛低杆去先K 好的来了 还是K倒是K倒了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白球还在那里转 旋转这个低杆左赛旋转用的很大 紫翠南有一招非常厉害的反赛 中高杆吃恩库 这么一个 其实是他的一个小花式 不经常在比赛里面用 在练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玩一玩 是吧是这样的 对在筑地也是给周围的一些观众 还有其他的球手玩了两下 一个在中18球的球台上 一个反赛武库 反赛武库 打进了一个很厚的球 他其实打的那个不怎么高 不怎么高 很慢 赛超级之强 慢慢悠悠地走了武库 实际上看来在旋转上的离眼还是很深的 功力没有问题 好的 顺利打进自己进攻方的颜色球 然后目前球台上还剩下三颗单色球 二号球形成的角度呢 目前黑板可以叫右边的中带和右下方的底带都可以 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干法 如果推干的话 是中带 低干的话是底带 力量稍微的有点显得过重啊 8号球期待 还好身材够高 顺利打进 比分3比0领先亨德利 第四局 好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史维南的冲球局 力量很大 这一杆冲的效果 非常好 好像不是很满意这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球台上的这个两组颜色球分布 右上方 两个单色球被黑板挡住了进攻的线路 然后目前他选择的话只能选择花色球 而花色球的话 中带右边有一个10号球 与对方的单色球有衔接 需要他提前去处理一下 还有就是上半台的一个9号球 需要再单独叫一个精细的位置 看一下这一杆进攻 十四号球底带 打进 可以 可以到 但是运气很差 看史维南这个表情也是苦笑啊 非常无奈 非常无奈 对方向下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现在只好去选择六号球进攻 高杆推下来 先叫到底库这边的二号球 然后 二四三这样上去 这样一个次去 最后打黑板 好的 看一下白球的位置怎么样 有没有 应该是够打的 嗯 够打够打 四号球中带 三号中带 黑板底带 白球还是在控制上 有些不太熟悉啊 这个球好像是有做到了 应该是九号把八号球给做到了 嗯 进攻应该是没有了 亨特利的本意应该是不想去创对方的花色球 自然去弹底库上去的 看一下解球怎么样 啊 解到 白球 有没有阻挡到九号球左边中带的线路呢 啊 应该是挡了 算是连接在房子一干 亨特利刚才的教位失误 可能跟刚才那个碰球 可能是一个原因啊 不熟悉大头杆 这个力度 对 比他想象的有劲的多 效果跟他自己 要预判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 一直 他其实在打比赛 今天昨天开始 其实一直在熟练熟悉的一个过程 扎杆 扎杆 扎杆碰到了黑巴 这一干应该是完全给死水男留下了进攻的机会 看一下他是不是会先打九中带 然后去处理边空上的十一与十二这两个球 直库勾到了十一 本一应该是开到十二吧 对 可以到了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看一下他会不会继续再去调整一干 不是 对的 他是想调整一干 用左边中带打进之后 继续选择一个 留下用十号球去可以编库十一的位置 力量 还是力量问题啊 不太熟悉酷性这边 十号 轻推打进 然后十一号抵戴 十二号抵戴 这样的一个次序 扎杨 这干球我个人感觉 他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打法 比如说像打九球台那种 想滑垒进球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 打得比较厚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想滑垒进 可能是一种 习惯 这种下意识的习惯 他知道那个东西不能滑垒 可是 薄厚这个东西 尤其是球龄长了之后 形成这个技艺 很难 下意识地去把它赶过来 对的 而且刚才他打得比较快 没有错 轰特地黑八 薄了一根打得太薄 然后 黑八继续向带口 这边又稍微接近了一点 又给了史锡南一杆远台 进攻 看一下史锡南进攻这方面的一个准度怎么样 继续还是稍微打得有一些厚 这个球没有打进 看一下 轰特地远台的8号球 一个薄球角度有点大 继续打薄啊 两杆 这两杆黑八都打得很薄 一个人打厚 一个人打薄 对对对 继续又继续交到了实锡南手里 老亨这个表情其实也挺无奈的 我们也能理解的 毕竟斯诺克领域才是他最擅长的 翻带 白球控制到11号下方做斯诺克 这个思路是比较好 但是有危险 刚才如果说吃库之后 创的是11号球 再厚一点 白球就有可能会掉带 还好啊 这边控制的不错 给亨特利做了一杆斯诺克啊 看一下亨特利的解球 抱了带 右边的中带 一库解厚一点 好的 很像啊 这个解得非常漂亮 继续给实锡南留下了一个进攻上的机会 不知道11号球有没有说 单下那种 应该是有够的啊 看一下远台进攻 没问题打进 看一下叫12号位的位置怎么样 还可以啊 继续啊 第一个啊 轻轻一点就可以打进 好的 没问题 8号球中带 这样的话 场上应该是 史翠南4比0领先亨特利 乔市台球桌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款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新的一年 从极开始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极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可王老吉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啊 庞德利的冲球局 刚才镜头很有意思 给到了史翠南的双手 他的右手握干手 那边有贴了一个类似于要用胶布的那种情况 然后呢 左手这边习惯性的他戴了他自己的手套 而且这个手套好像是改造的 是他的中指靠外的部分 是他修改出来的 因为看上去不是一个 就是缝了边的一个结构 不是缝了边 是剪开的 是剪开的 也就是说 纯属私人定制版 DIY版 好的 目前亨特利在场上进攻啊 非常顺畅 还剩下同组颜色的三颗球 目前又打掉一颗 还剩下十号球十四号球 如果正常去击打的话 最后应该会用其中一颗去叫八号球 右边的中带 或者八号球右下方的底带 这样的一个打法 看一下亨特利目前的一个进攻状况 十四号就变酷 我们打进 没问题 没问题 打进了 黑八打进 十号打进之后 黑八自然就有一个左边中带 右边中带这样一个情况 八号球中带 好的 没问题 扳回一盘 场上比分一比四 这样在投五盘的话 亨特利目前以一比四的比分落后 看一下下面的几局 能不能再追回几分 下面到了十岁南的冲球局 刚才其实场面出现这个画面也是蛮有意思的 实际上从自己的那个球包里拿了一张那个细砂纸 去为它的冲干钳截抛了一下光 增加一下这个滑度 减少摩擦力 看一下冲球效果 冲球有球进 不过场上的球 两种原色球的分布的位置呢 在进攻上选择不是很好打 因为如果说打单色球的话 三号球 屏幕左下方底带是可以进攻的 花色球的话有两颗花色球在左边边裤的位置 一颗与对方的单色球有相连 看一下实际团的选择 15号球 抵戴 没有打击 我们看一下亨特利上场之后 去怎样选择 如果14号球 在进攻 抵戴的同时 可以自然的有一个角度去踢开 可以开 它上方左边的这种花色球 与单色球衔接的这个球 那样的话会更利于进攻 打进K开 白球效果不太理想 因为如果它现在要进攻 下方的10号的话 后面有一个单色球有障碍 看一下这个球准度怎么样 很好 没问题 这边 同组颜色的一颗花色球 在底裤这边 与1号 这个位置的话 看一下它的准度 没问题 打进 11库之后 自然K到了3号球 这样留下了一个9号 左边中带的位置 剩下的球 目前剩下3颗4颗花色球 看一下它是否会给 11号留下一个角度 然后在打11号的时候 去走顶库的花色球 还是说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好的 没问题 打进15号 这样的话 还有两颗花色球 不知道15号在左边 这个底带 有没有单独下的一个情况 还是滴杆K以下4号呢 滴杆K以下4号 这样的话 把15号解救出来 黑8应该是去叫 右上方的底带 看一下 恒德利这边 叫位是用两裤 去叫 我单独打一块 打得薄一点 力量控制得非常好 很可惜啊 这一杆 应该是出杆的问题 恒德利也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 这个球其实 我感觉他本意上 可能在脑子里 自己潜意识就在告诉自己 我要打厚一点 这样的话 可能在瞄点上 就会稍微的 有一个厚的一个点位去瞄 然后再加上出杆 一个是准度也出现问题 运气也不太好 又露出来了 就把机会交给了恒德利 看一下这一杆远台 推杆怎么样 好的啊 顺利推进 然后又扳回一分 目前场上比分 2比4 恒德利落后两盘 只能听懂一部分啊 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 恒德利说 他也没想到自己 8号球没有打进 而且也是在这之前 问了一下最难 问了一下是最难 是不是 你那根球是防守吗 不 他俩也在开玩笑是吗 有时候他们像 这种认识时间比较长的老朋友 也会互相去调侃一下 我记得去年 应该是一江市直播台吧 杭德利落 博利斯打的时候 也是两个人边打边聊 边打边聊 然后很开心 有收拾笑笑啊 就是说场上气氛很放松 一点都不紧张 是的 好的 现在目前场上 实际男在进攻 打的是花色球 这边花色球目前啊 散落位置还是比较明朗的啊 进攻上实际男的节奏很快 现在十号球左上方抵带 然后看一下他的较位 嗯是去处理下边的 右下方抵带的花色球 还是去叫中带的花色球呢 总感觉 我总感觉到啊 实际男在这个力度控制上 还是对这个 咱们中八台的这个 胶边酷型啊 不是很习惯 一直在适应 嗯 不过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其实这种英式的酷边 和美式的酷边 确实区别相当的大 尤其是在赛的方面 我觉得还好理解一点 嗯 关键是你直着碰过去 直着弹回来 会在美式的胶边上会 呜一下 减掉很多速度 哎 我觉得能轻轻翻中带的球 结果只翻了一半 然后出这种现象 这就是啊 两种球台的一个区别 力度酷型上啊 以及啊 白球和目标球创击酷边 弹出来的一个角度啊 有不同 啊 这一排啊 史西南顺利的 那个拿下 下面啊 到了史西南的冲球局 看一下他冲球的效果怎么样 力量很大 很足 嗯 虽然说力量很大 但是开球 没球近 这样的话啊 换到亨得利上场来击打 这干四号啊 即使没有单下也有记十三 算是这一局相对难处理的球了 对的 看一下啊 这干啊 这干 头领如何去选择 四号球 轻轻推下 然后自然调到了七号球左边中带 啊 仔细打进 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继续进攻 高端推下来 叫到下方的六号球 啊 这时可以把下半台的六一三先处理掉 然后用剩下的上半台的五号球去加八号球 右边的中带啊 这样的一个刺激去击打 角度这一干好像略大了一点点啊 还好 嗯 还就可以控制住 嗯 三号球啊 看一下叫五号球 位置怎么样 打进啊 低竿左侧旋转 吃两扣啊 上来 位置还可以 看一下八号球这个胶位怎么样 轻推推下啊 八号球右边中带 文文文文文文打进 有问题 方的力还是挺有娱乐精神啊 千八盘啊 明明可以简单的叫一下的球 他选择一个有表演性的 对对对对 两位传奇大师呢 都喜欢去打一些 就是说类似于 更吸引人眼球的一些表演的干法 嗯 好的 休息一会再回来 海赛健康专专业运动洗护品牌 好的啊 我们继续回到这里边啊 看一下 亨特利的冲球局啊 冲球怎么样 冲球怎么样 亨特利的冲球局啊 亨特利这个杆是冲打一体杆吗 亨特利这个杆是冲打一体杆吗 因为啊 呃 我曾经听啊 一些朋友有这样去说过 就是说 你个人用的这个九球杆啊 其实这种冲球 只要你不去压干啊 正常中立 中大力气冲球 对于球杆 接牙 这个中间 环节的这个损害 基本上是很小 或者没有的 嗯 所以 还是看情况 他要想暴力冲的话 还是会保护打的 如果是正 正常的中立 或者是偏大一点的力度 用打杆 他可能觉得更可控一些 对的啊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换了一个杆了 你再让我换一个杆 来回来去的适应嘛 这样就不合适了 亨特利正好用冲杆 也多适应 适应球杆也好 嗯 这杆啊 这杆应该是亨特利 有加了一些 右侧的旋转啊 打这个球 七号球啊 打得比较薄 二号球 在黑八一方的 这个中带 应该是有下的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这样去叫 下面史翠南 在场上进攻啊 看一下 他目前剩下 台面的四颗球 九十四啊 还有十五 还有十三号 十五号球 左下方底带 低端拉回了一点 先把上方的十四啊 九这样处理掉 然后最后用下方的十三号球 去叫八号球 打进 轻K一下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实际上也是摇了摇头啊 会不会去清贴做一杆斯诺克呢 轻轻打了个包边 做一杆斯诺克 嗯 亨特利 哦 轰了一下 十最难 十最难也是 跟他一起开个玩笑 那两位老朋友 有时候在场上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七号球底带 嗯 亨特利有包带啊 七号球啊 屏幕右下方的底带 看一下他的解球线路 是不是啊 一库 两库 三库啊 三库去解 这样一个情况 还是一库 直接去解 啊 一库 直接去解 哦 略微的稍微 角度大了一点 因为他是本意 是要解 七号球下 对 他只是爆出那个金带而已 对对对 嗯 是最难啊 自由 自由球 九号球底带 看一下 打进 没问题 剩下一颗花子球啊 打进右下方底带 自然就可以叫到右边黑霸 低竿 横台 看一下力度 还可以啊 没问题 手夹是舒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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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八号球打厚了 这个球打太厚了 嗯 嗯 它还是可能不是特别适用于这个中带这种弧度啊 嗯 这个形状和美式台有很大区别 如果是美式球台在这个位置其实是要吃一个裤 吃到那个带角 带角 然后才可以去 才进去 哎 所以他就习惯性的可能瞄得有点偏范 对对对 看一下亨特利这一杆啊 啊 组合球打得怎么样 啊 准度很好啊 低杆 带了一些防守去打的 还就拉了回来 嗯 这一杆应该在去打七号的话还是一杆攻守 肩背的球 有可能还会 打一杆白球去弹上去啊 做一杆防守 也有可能是进攻吃两裤下来 好的 进攻吃两裤下来 嗯 我刚哄完别人啊 我不能再让别人哄我一次 我得进攻 对的 这亨特利在打就是说比赛的时候 这种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种就是说 自己享受比赛啊 表演性啊 比较浓 一 挡住 二号球打薄了一些啊 嗯 虽然打薄了 但是把黑八进攻的这个底带啊 带口给挡住了 看一下实际团用什么办法去 给亨特利亚出个难题 轻推八号球 与对方的二号球相贴 啊 继续做成一杆障碍 但是没有吃酷 啊 这球没吃酷 这样的话 机会又回到了亨特利手里 嗯 看这个球的分布 那个位置应该是没问题了 第一杆啊 拉回啊 这样带口的八号球 架杆啊 架杆打进啊 没问题 4比5 亨特利落后一局 啊 继续回到啊 比赛现场啊 目前是实际团的冲球局 看一下冲球效果怎么样 继续大力冲啊 运气 嗯 还可以 虽然没球下啊 不过给亨特利留下的这个局面啊 白球的这个位置 去选择啊 目前二号球 右边底带 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那个 左边的五号球 肯定左上角底带是够下的了 二号球啊 应该是有下的 二号打进啊 自然弹起 二号打进啊 自然弹起 看一下场上单侧球的分布状况啊 四号球 三号球 一号球 七号球啊 目前七号球 和三号球是个难点啊 亨特利学校先处理一下 不过低竿啊 右侧旋转用的比较大 所以说 撞击到了对方边空上的十一号球 没有去带开三号球 一号球 一号球底带 看一下这个远台怎么样 黄一啊 一号球底带 没有打进 机会继续留给了 石翠南 石翠南 我的球 inator 这一勿低一勿配球之后 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场上亨特利继续进攻 第一个有可能会掉带 还好 这一盘啊 双方在进攻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目前又换到了史翠南来继续进攻 上半台的话 14号、10号、9号 分散的还可以 下半台的话需要处理的有11号球 这个球需要提前去处理 亨特利做了一盘防守 亨特利抱了一个带啊 3号球左下方抵带 看一下白球这个解球效果怎么样 位置的话还可以吧 因为三号球继续把史翠南的11号球进攻线路 又阻挡到 继续啊 实际上还是做防守 继续把母球留在上半台的左边 去阻挡亨特利的两颗单色球 亨特利还是三号球左下方抵带 看勾球效果 那顺利节道 不过这样的话 把左下方抵带有让开 看一下史翠南这一盘防守 这个效果怎么样 轻推 继续一个斯诺克 3号球 好 好 特利继续解球啊 这一盘的话 嗯 解到了 继续啊 继续把这个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史翠南在场上啊 如何去把这一盘 求如何去进攻 左边边库11号 是一个难题需要去处理一下 然后右边边库的9号 是不是这个要打10的同时 打进10号球的同时 是不是要把这个9号球 去从库边给它K出来 打进自然打进 把9号球K了出来 目前还剩下11号 14号K8这样的一个位置 去处理一下 14号如果说在屏幕右上方 看看它会不会 打进 你觉得它会不会选择 一个14号右上方 抵戴的最后的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打法 他刚才 我刚才的想法 可能是留14好的角度 连推14在K11 但是在这之后 角度不合适的情况下 可能会9叫11 然后14叫右上角 两手准备 我觉得是这样 3号就抵戴 空得利翻底带 翻得太厚了 这个球是没有进 继续把机会留给了十岁南 刚才其实 我有问刘洋这边 就是说 因为他对两个人的沟通上 都是有注意 他有暗示一些 就是说刚才两人 开玩笑时候的讯息 在防守大战的时候 其实很有意思 三秒过去了 没有进 两个人防守 刚才十岁南 有一个简单的推中带 养出一个好球的一个防守 亨特利对此也是开玩笑的 提出质疑 你怎么能这样呢 十岁南 我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好像是提的 一个Chinese guy 就是说 中国选手都是这么大的 都是这么防守的 我也来消防一下 当然了 其实这个中十八球 这种打法 有的时候卑鄙不耐 竞技体育嘛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只要别太过分 有攻有防 有一些斗智斗勇的情况 也是很正常 亨特利呢 作为咱们的中十八球 推广大使 他一直都是秉承着 全力进攻 带有娱乐性质的 这样来打比赛 所以可能会 还会有一些 就开玩笑的不满意 其实也是 两个人都是互相明白的 打进啊 实际上黑把打进 这样的话场上比分是6比4 领先两盘 亨特利跟史翠南啊 两个人是属于 应该是都属于60年代 这样的一个球手 然后出城的球手啊 然后亨特利是69年 史翠南是61年 他们两位分别在不同的领域里啊 都有自己的一个辉煌的战绩 亨特利是英式斯诺克 史翠南啊 史翠南啊 美式9球 亨特利开球局啊 力量也是比较大啊 但是运气不是很好 没有球下 换到了史翠南上场 从目前啊 两组原色球分布的位置来说啊 史翠南有可能会去选择啊 单色球去进攻 因为目前啊 在单色球选择上是比较多 而且很简单的 7号球底带 1号球的右边中备 都是可以选 不过在处理球上面呢 有一颗3号球 需要提前处理一下 直接来了 看一下这一杆 是不是会用3号借 11号立下中带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好像不是很满意啊 他示意 他本来是想叫2号球 这样 因为是把2号球先打掉 再去用2叫3 我们用5接 2号不是把5号右下角 给挡住了吗 对的 可以吗 3号中带 3号中带接力 这个慢动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很揪心 球在停下之后 3秒之内如果进了的话 是算有效的 如果3秒过后进了 算无效 要复位 看一下陈南选择1号球通带 这样的话应该是2号球 被挡住了 不过准度上出现问题了 可能打的还是比较随意 没有去过认真的去瞄 没有打进 因为刚才这一杆借 把8号球借得不太好了 所以他 这一杆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8号球上了 看一下恒德利的进攻 一个高杆左赛 打进自然 吃两裤出来 看一下这一杆 会不会去K黄衣 一裤 没有去K 轻轻弹起来 叫到了10号球的底带 这一杆有K 把黄衣K跑 这边的话 11号球左边中带 露了出来 这样的话 在下门进攻上 会更加方便和顺畅一点 目前 下半台的这颗球 是花车球玄契上的一个 要先提前处理的一个球 15号球打进 先去叫边库上的 这颗球 不过 干法还是略显高了一点 应该再低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K6号会K的稍微再厚一点 将6号K开 看一下下面进攻9号 9号就在打进 还是 是 那里不仅仅是换了球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那个运杆节奏都跟以往不一样了 是的啊 个人感觉上它的运杆节奏啊 这些习惯 小动作有些改变 嗯 又是年了 打完之后有一些啊 自己感觉啊 好像很不舒服 自己出杆歪了的感觉 趴在左面上啊 继续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调整 看一下史深谈这一根啊 还以底带 准度上还是啊 没有打劲 继续 恒德利上场 不过好像 花车球 在右下有底带的位置 应该有阻挡 下球线路是没有了 看一下恒德利如何去处理这一杆 十二号就起带 哦 还有下的 真是挡住了 相当大的一部分 持带较劲 而且胃也非常的不错 看一下这一杆啊 十一号 左边中带啊 白球 清勾一下 黑八 很漂亮啊 这一杆 八号啊 打进 又最后一分 场上比分啊 五比六 恒德利 落后一盘 继续啊 大力冲球啊 有球下 这回效果挺好的 这回效果应该来说 他不会摇头了 我个人觉得他不会摇了 精神关注啊 都在盯着厂商外面球 好的 高杆啊 两库起来 顺利交到了一号球 底带 目前啊 场上的单侧球 闪落位置非常理想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能够一杆精彩 这样的情况 哎 说着说着问题来了啊 基本上就是从上往下 这个顺序 对对对 从上往下这个顺序 去击打 目前看应该 左侧的三号球 扎杆 不够下 嗯 扎杆这个旋转 用的还是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球有时候 其实也挺怪的啊 你感觉 你打得很顺畅 很简单 好像要倾台 但是白球自然的 就往那个位置去走了 可能在控制上 还是不太熟悉 所以说 还是很艰难的 我以前在论坛上 说过一个说法 打台球就是在 各种利弊之间 艰难着 艰难的权衡着去前进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艰难 艺其实是一个 很辨证的东西 就在那一瞬间 你一觉得简单 它就给你出问题 对的 你心里越去想什么 越怕什么 它越来 比如说 现在万一要是 两颗球都没有 然后对角 这边15船 14号右下方底带 是不是 也不是特别理想的话 那进攻上 就会容易出问题了 看上这局还可以啊 15号球组合 14号球底带 14号球底带 看一下啊 这个 直接低竿拉回去 船的还是稍微有点太厚了 这样的话啊 目前这个局势就应该是刚才啊 史势团想要的一个位置啊 刚才应该比这个再向台中间再靠一靠 嗯 基本在 头点那个位置 就是开球线中间那里 对 中线啊 中心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球啊 力量发很大啊 所以说 在家目标球打的 可能稍微偶一点吃 呃 库边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没有打近 并不是很正的打到中间的那个 带口的位置 这两竿两人陆续在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过从场上局面来观看的话啊 还是单色球啊 占优势的 只是说需要打完七之后 把边空上的四号球处理掉就好了 小低竿拉回啊 位置啊 不错 刚好右手选手 打起来很舒服 打完四号球啊 去叫 看一下它的低竿 往上拉的话应该是叫三了 三号球低竿拉回来 二号球左边中带 看一下三号球 拉回来的一个效果 如果叫直呢 只需要打定杆就好了 不过这个位置呢 不是直球 需要推杆 推杆的话 看看是不是自然推进 就可以打八号球 不过它再看啊 是不是角度有点大呀 还是要绕裤吗 果然绕裤啊 去打 效果还是不错 效果还可以啊 这个十五啊 两次撞击啊 帮了一下忙 八号球底带啊 准度没问题 打击 这样的话 7比5啊 领先亨德利两排 新的一年 从吉开始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吉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和王老吉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乔市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 国际大师赛 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 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问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那个不行 我知道您说的那一位 我离那个境界 差非常的远 是吧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偶尔还是 或者说经常是 有一点点小口吃的 他那个速度 真是不能比 没关系 我相信你能做到 我们看一下 刚才亨德利这边开球 没球下 这样换到史丹兰 上台来进攻 排球位置的话 应该会选择一根防守 轻轻一打 白球继续回来 想用八号球来做住 中带的九号球 亨德利继续的话 在打的情况下 还是不会去选择进攻 远台的话 很难 继续选择一杆防守 同样的一个打法 用黑拔坐住 右边九号球的右边中带 这样一个进攻线路 唯一的缺点 就是现缺的是 白球没有去靠顶库 这样的话 史丹兰在这杆防的时候 就不会下地杆再拉回来 看一下史丹兰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思路和打法 黄一薄边白球再往顶库边上去放 不过是已经露出来机会了 看看亨德利是不是会去进攻 黄一右边中带这样推杆 稳稳地去打进 第一号球中带 没问题打进 这样的话 目前大侧球场上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看一下它的选择 先把带口的六号球处理掉 加了一些右侧低竿的一个旋转车 两库起来 四号球右边中带 没问题推一扑起来 继续五号球还是够打的 有可能打完五号球去处理7 还是先打7 后打5呢 先打7号球 把7号球和下边的2号球先处理掉 然后利用5号球上去过渡 左边3号球中带 这颗5号球叫3就需要稍微细腻一点了 应该会留到11与12之间 刘洋你觉得还是说留到12下面呢 从这个角度我看得不太清楚 我会倾向于12下面 如果这个球够直的话 我甚至倾向于留在14下面 14下面 就是稍微低远拉回一点点 这样的话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是最高 因为你要走11与12中间的话 这个区要推的比较稳 而且说落位要求落点非常精确 来看看 看一下位置怎么样 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 看一下位置 应该是够打 没问题打进 这样的话 可以把底带 还是没问题 打进 好像比较6比7 亨奈利落后一局 第14局 爱尔使翠南开球 下面 使翠南来冲球 看一下冲球效果怎么样 继续 冲大力 冲球 冲在没球下 可能也是说 又是冲到这两个中带的 都是吃到上面 也就是说冲得比较正 产生了两个球都没有进中带 而是偏上这个效果 看一下亨奈利的进攻如何 9号球右边中带 打进 轻推下来 叫到了下方 与黑八项链接的花色球 这属场上局面 14号球是需要处理的 这个应该就会去处理了 好的 轻推 14号球 右边底带啊 完全是够下的啊 来问题打进啊 同时叫到了12号球 左边中带 这样的话 场上的这个花子球分散 就比较明朗了 12号球打进啊 这样台面的话 10号球 15号球 11号球 最后应该是会留下 11号球去叫 黑八 两侧的底带啊 正常情况下 如果11号球 交的比较直啊 就可以推下来 10号球 左边中带啊 打进 弹音铺起来 位置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低竿啊 B过7号 自然调到黑八 左下角的底带 没问题啊 准备很好 打进 这样场上比分是7比7平 虽然是表演赛啊 虽然是切磋 但是两个人 也都是非常敬业啊 并没有因为 一些俗事困扰 两个人还是非常有娱乐精神 在这里也感谢两位专辑大师 对的 虽然说 可能他们两个小组的 这个积分情况都不是很好 但是在 一旦趴下来啊 拿起球杆 一旦趴下来 对准白球目标球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只有球 没有这世界上的其他的事情 对的 完成的就是啊 走位进攻 走位进攻 清台 好的 下面我们继续看啊 亨特利的冲球局怎么样啊 这个冲球效果 嗯 白球就落袋了啊 这不是亨特利的风格啊 亨特利的 就是他这种冲球方式 我印象中 很多很多次都冲得非常的正 啊 冲得非常正 白球留在台面的中间 就是一个后退 因为轻的物体 后退一点啊 重的物体 一个后退 然后一个急停 就像一个后座力一样啊 下面啊 换到十岁南上场来进攻 把了一个线后自由球啊 打进黄仪左边中带 然后叫到了五号球 左边中带啊 四号球右边中带 凶标啊 可能出现了一些 沾肩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的这个球杆啊 呃 后面是缠的手胶嘛 这个手胶和 这个布置的标啊 弄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有点别扭 所以他想改变一下 可能每次在出端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刮到啊 嗯 这个不影响啊 斯诺克干 那个木头和这个布相碰 没有关系 啊 木头啊 没有关系 嗯 五号球左边中带 打进自然弹过起 轻勾一下三号 然后 落入了七号球底带 四号球中带的 这样一个情况 嗯 隔得很高啊 不用使架干 一看身就好了 目前啊 目前这个单测球分布位置啊 打四号球 这个六号球 这个与黑八相连接的 这个情况 不知道有没有 单独下右边中带 应该是有的 目前他较这个角度 就可以去 自然打进 然后轻K黑八 可以先打上方的三号球啊 他这单有感觉 是习惯性加赛吗 嗯 可能按照他的想法 吃库的位置 第二库的位置 会再靠上一些 能够较到六号球一点 向下的角度 把八号球往下撞一点 同时较到二号球 可是在 英式的库边上的效果 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没关系啊 不影响他下面的进攻 顺利交到了八号球 右边中带 打进 这场场上比分是8比7 爱尔斯崔南领先一分 当然了 我不提议你们经常去那个 加一些旋转和赛啊 可以先从简单开始 高中低竿 现在啊 开球局 有球进 但是好像白球落位的话 又是在要头 很不理想 确实啊 你看他力量用的很大 留言 发现没有 因为可能是 因为在 在研究嘛 还是在试验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纠结 我这样冲也不合适 那样冲也不合适 有的时候是这样 这个东西跟破译密码似的 需要一定的运气 需要一定的 你要赶上一定的 气急 比如说 有白球纸 但是没有白球纸的话 可能 十岁南会稍微的 再熟悉一些 因为在他那个年代 不兴白球纸 不兴白球纸 对 但是现在 一有白球纸之后啊 当大家的 冲球的成功率 都高了之后 可能 原来冲 十盘 有六七盘 有进就不错的情况下 现在你要是在 有六七成的进球率 真的不能算 很有优势了 对的 下面啊 十盘继续在场上击打 剩下三颗单色球 二号 一号 和球台下方的四号 二号中带打进 黄一一 一号球 左边中带 应该是也有下的 看一下他打一号球 叫四号球的时候 留下的一个角度如何 白球啊 正常车辆裤弹起来 位置呢 稍显得有点小 应该再往上走一点 嗯 这样的话啊 打四号球 走黑拔会更 稍微容易一些 比赛时间不大 目前留下这颗球啊 是比较薄的一颗球 出问题了啊 因为目标球 四号球 近带的话 角度比较大 所以说 打厚了 从紫色男的表情也看出来啊 他对这一杆也是不太满意 亨特利上场啊 做了一杆斯诺克 轻轻地碰了一下十号球 看一下紫色男是用跳杆啊 来完成这一杆吗 嗯 紫色男有问 可以跳球吗 可以 财导回答可以 他是有问裁判这样吗 对 他有问 所以他 说明他没有去看自己测啊 或者说 我觉得他其实有时候也是 在比赛过程中 太集中了 而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其实他打了两天比赛 有看到自己的 吉他的参赛的朋友 在放球杆的位置 都是三根杆 冲球杆打球杆 跳球杆 对对对 或者在场上比赛中 应该也有做对方斯诺克 对方跳球的情况发生 只是这一盘的时候 他太集中了注意力 哎 有可能有可能 四号球底彈 看一下啊 紫色男的跳球的功力怎么样 跳到不过了 跳得太正了 没有跳近 是不是连弓带手 应该是这样的 这盘球还会做一盘防守 好像是纯防守啊 纯防守 因为如果是连弓带手的话 怎么也得奔着 起码9和15灯 较到一颗的那个位置去走 对的 继续跳杆 这一盘没有跳过去 反归了 给了亨德利一盘自由球 看一下和利这盘处理掉怎么样 选择从15号打起 15号 9号 11号 这样的一个次序 但是边裤的两个球 10号球 与13号球 也是要提前去处理一下 最后可以留顶裤的 12号球去叫黑八 这样左边一推 右边一推 黑八 这样就可以了 会不会用9先去叫10呢 还是9叫11 滴杆先后拉一点 继续啊 11 滴杆 去K 不是去叫 喂 是不是能够留下有下的位置呢 从这个镜头来看 好像是有啊 即便两个球相贴 呃 角度也应该是够13下 13号球应该是够下的 啊 你要往里藏吗 又坐斯诺克 啊 继续做这个防守啊 啊 错包 好呢 4号球抵带 嗯 13有包带啊 勾下啊 4号右边抵带 这样的一个包带 看一下 哎呀 也是挺下的 解的位置啊 稍薄了一点 不过已经很好了 给亨特利留下了两个远台进攻的情况 嗯 如果这个球现在8号球右上角被13挡住了的话 真是 呃 基本上压力不大的一个进攻 对的 就算给对方留下机会 啊 8号球也是不够下的 啊 准度上啊 还是出问题了 没有打进 不过白球控制在了球台的上方 靠近了盐库 应该是有做到斯诺克啊 亨特有示意 不好意思 不过这个球 实际上有 解禁并且交道的机会啊 看一下这个安德一个勾球的线路 啊 和效果如何 嗯 怕好球是不够下 但可以去占领流利地形 嗯 发力去解 希望解禁较位 不过呢 嗯 还是说 解决问题上 稍微处理点问题 亨特利啊 继续进攻 场上十号球 右下方抵带 嗯 保际 两扣起 看白球这个速度 应该不会坐上斯诺克吧 呃 至少应该能看到 啊 应该是有下的 没问题 看一下啊 十四号球 右上方 左上方抵带 发力 两裤 弹起来 交到了 十三号球 右边的抵带 啊 啊 轻推推下 没问题 十二号球 左边的抵带 然后黑八 右边抵带 刚才 刚才十岁南解这个 四号球 这一钢啊 我们在一些 呃 其他的比赛中啊 也听解说员说过啊 无论他是用的纯中文的发音 还是一个外文发音 那个叫卡拉扣啊 但是这个事情我到网上去去查了一下 这个卡拉扣是个是个日语 汉字写作一个空 后边一个片甲名 抗 这个抗呢 其实是 呃 Cushion的 老式的发 呃 老式翻译啊 现在已经日语不叫 不叫这个抗了 这是老式的翻译的 第一个词 海赛健康专业运动洗护品牌 休息过后再来看双方接下来的比赛 好像是没有休息够五分钟啊 两个人都觉得可以继续比赛 菜单员也没有意义的情况下 呃 就可以缩短暂停时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嗯 这盘球亨得利选全色球啊 我估计是有攻防两个方面的考量 嗯 一方面是 呃 自己的七号球啊 有对方的球可以借啊 然后一号球呢 是是要凭准度来打 另外一方面三号呢 对十二号球也有一个影响 但是大家看 恒德利在刚才四号球那样的集会的情况下 都不去把对方呢 十三号往库边开 反而是往往外去开啊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 一个竞技的打法 十五号球底带啊 没有打进 这样的话恒德利继续上场 看一下三号球这个啊 高竿可以荒衣 效果怎么样 三号球没有打进 继续由十圈的来上场啊 进攻 中弹 这两个案的话 两个人在准度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不过这一杆其实对于恒德利来说 想要完成青台难度还是不小的 左边的边裤的七号球 K了一下啊 效果很差 右边六号球中带 不知道有没有下 恒德利没有去打 他选择了一杆七号球底带 然后低弯拉回去敲三号球的这样一个打法 这杆球打的不是很低下 因为七号球不但没有打进 还把原来在边裤上的一号球 又向右边创击了一下 这样在以后进攻上 就会增加一定的困难 进球票 实际上啊 这杆进攻也是没有打进 继续换朋友的立上场来进攻 这杆的话还是没有打进 实际上啊 这个神经兰进攻这个白球的位置呢 不太利于说走位 看一下神经兰的这个如何去打 会不会现在就来 可以十和一呢 打一下啊 他的本意可能是想低竿把白球放到三号的后面 这样的话让亨特利在防守的时候会稍微增加一些难度 不过力量太重了 出来了 留下了三号球 左上方底带的一个进攻 不过这几杆啊 这两杆的话双方感觉在准度上一个是可能是白球位置不是很好 再一个准度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都在其实都在拼球 大家都在拼 但是越着急可能预速则不达嘛 没有打得特别好 看一下啊 K球怎么样 K大 K太正了 把对方的一号球K出来 还有没有给自己做到 应该是没有的 会打到15号啊 神经兰也乐了 自己可能是觉得 哎呀我 打的这个样子怎么还会出这个效果 啊用15号球去传14号球 把右下角的带口去挡住 啊三号球应该是有被挡住的啊 七号球还是够下的 啊这杆亨特利远台啊打得很漂亮啊 一号球底带啊 高杆推下 顺利叫到了一颗六号球 不过这杆六号球去叫七号球底带位的 这种打法呢 可能难度也是不小的 他会不会去轻K 啊有去轻K 用三号球K14 这样的话把对方的14号球K跑 不过白球位置 不理想 他自己也是稍微嘴里念到了几句 嗯现在 哎 三号球底带 哎 包袋了 看一下这杆的勾球效果怎么样 三号球勾一下 但是勾得太正了啊这个 亨特利的本意应该是先勾到七号 然后白球撞到三号进 这样可能会交到位 对 撞七撞三啊 七号弹起来三号打进白球 在撞进三号球之后啊 碰边裤再弹出来 这样的话继续进攻 有清台这样一个可能 哎 担犯看了一下边裤上的十号球有没有贴裤啊 如果肯定人不宣告的话就说明是 就算作没有铁裤啊 当然进攻起来的时候就会方便一些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 啊 石沉南十五号球十四号球两个底带应该问题都不大 看一下最后八号球的一个较位 我们大家 首先啊十号球打进 第一个横台拉一口起来 交到了十四号球左下方的底带 继续啊 应该八号球会叫顶 顶端的 底带 好的 两库没问题 八号球 看一下准度 打得有点太厚了 不过八号球停的这个位置上不知道是福是祸 就看现在 横格力怎么打算了 这个如果存表演的话会发力 不切下啊 但是啊 想赢的话就像横格力这样轻轻的打一个正正的两击的一个效果 可能这一杆力度稍显大 再小一点的话 七号会到带口 白球会再往屏幕下方来一点 在进攻上对方手架不会太舒服 这一杆是非常等 休息过后呢 石沉南先生多人 两个人还是继续一边开玩笑一边在打 我希望你带到这里 我带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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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不想要 你带到这里 这些人都不想要 我带到这里 这些人都不想要 18居 二十岁 石沉南太球 这些人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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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看一下 石沉南的冲球效果怎么样 继续 大力松 展落位置还是可以的 不过就是说没有球下 这样的话换到亨特利上场击球 13号中带 打进 选择了花色球 花色球目前在场上分落的这个位置 9号球需要处理 10号球 边枯的10号球 这个应该会打进中带的12号球 加旋转去K一下 这个旋转和干法呢 可能都是没有去调整好 这样的话没有K到 倒把对方的6号球K了出来 不过还好 准度还是可以的 15号球打进 9号球现在应该是 左下方底带是有下的了 看一下这个 用11号球上去 调一下 14号球 屏幕上方底带 力度太小了 有薄是有薄 但是就要发很大力 没问题 打进 看一下白球 好像是借了一下对方的4号球 然后白球没有落袋 不过剩下的这两颗球 难度都很大 一个10号球边酷 然后叫9号球位也很难叫 他叫了高杆左赛 想三扣过来叫9号球 左下方底带 但是因为太难了 所以说没有打进 不过留给 西南这个白球的位置 也不太舒服 他需要先把3号球打进 中带没问题 打进K到了6号 也自然的有一点小运气 没问题 抬高杆尾 防止出现双击的这种现象 叫到了7号球 左上方的底带 继续打进 吃一扣弹起来 6号球位置叫得不错 612 应该会把2号球打完6之后 应该会把2号球先处理掉 这样的话为8号球 多出来一个带去选择 2号底带 轻轻打进 弹起来 黄仪 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商标好像感觉 老是在 好像干扰 实际团出竿一样 他刚要出竿 又碰了一下 这样站起来 重新瞄准 高杆推移库起 好的没问题 A8右下方底带 8号球底带 打进 第18局 比分 10比8 领先恒德利两盘 自己的这个 脸的右侧 第19局 10比分 亨德利开球 看一下亨德利的冲球效果 有球近 白球差一点 被另一颗球 踢到 左上方的底带 运气还是可以的 不过 位置稍显得有点 别扭 因为下面要选择的话 2号球 14号球 右边中带的话 应该不会去选 15号球 组合带口的花色球 没问题 传进 交到了9号球 右边中带 目前 右边与 对方黄仪 相连接的 14号球 要去找个机会 处理一下 这样的话 进攻上 应该是可以完成 一杆青台 不过难度 还是不小 10号球 高杆 发力 两裤 过来 叫到 11号球的底带 白球尽量 不要靠裤 这一杆 这一杆有没有可能 发力地杆 去K 边控那颗球呢 没有 换到 换到史锡南 上场进攻 6号球 K球吗 有K K到 效果呢 效果还可以 这样的话 局面 场上的这个单侧球 应该是都有下了 目前要第一颗选择 黄衣 右手中带 这样去击打 低竿 B过 4号 然后 左侧旋转 转出来 4号球 右上方的底带 让4273 下面这一颗 单侧球 这四颗 打光 就可以了 最后留上半台一颗 2号球或者7号球 去叫K8 好的 看他的打法 应该是会留2号球 去叫K8了 位置还可以 低竿 向后拉一点 2号球 左上方底带 然后8号球 右边中带 到了最后这个阶段 实在突然发威了 感觉就是说 后劲上来了 打进之后 也是给自己鼓了鼓气 其实史岁南 情绪 也就是个性化 十足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表示 有些不适应比赛 不适应一些环境 各种因素 然后觉得 自己不高兴 就应该表现出来 憋着很难受的 刘洛 你说这个 其实 这是史岁南的球杆 将近1米8长 将近1米8长的一支球杆 目前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球杆 觉得 这么长球杆怎么打 新的一年 从极开始 大极大力 平安大极 极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极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和王老极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第二十局 二二十 二二十 新大台 總共鸭 中古尾 started 鶴 从 谢谢观看 好的 目前我们再看 十三这个进攻上 二号球 五号球 二号球打进 五号球左边中带 然后八号球 八号球有可能会去叫 右边的中带这样的一个选择 右上角有下 右上角看一样 九号球没有挡住 这样的话 底弹很舒服 十岁南 怎么 你不早这么发挥呢 早这么发挥的话 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或许刘洋 我觉得这么厉害可以 因为亨特利没有给他足够的压力 或者亨特利给他机会太多了 而他在前几场碰到的其他选手呢 进攻上是比较犀利的 所以说他总是大比分 或者说一直在落后状况下压着打背 所以说这一场呢 自己上手的机会少 这一场双方都有很多机会来来回回的 对对对 亨特利这一场给了他很多机会让他去打 所以说他有太多的机会和次数去热身 去找手感呢 这样的 再加上他比分每一盘领先 处理信心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跟从利达来说 他本身他自己也是熟悉这个八球的一些打法规则线路 所以说打算好 基本上讲 咱们现在实行的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的规则 跟八球世界规则 也就是所谓国标 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规则改良而来的 对的 所以说 实际难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能打跳球的问题 对对 也就是说在规则上他不用想太多 有什么需要太多的修改一些关键性的地方 不需要去考虑 无非就是 不许去推对方 对 还有这个开球时机 分球过线的这个问题 对开球时机 时间限制等等 限时赛这些都有裁判提醒他就可以了 对的 达到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有很大的表演性质了 其实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好事 都是一个发挥他们球技的好机会 对的 我们继续来看 目前 亨能力在场上进攻 不过这一看可能速度过快 对 也是打得比以往要快一些 这根略显随意 一个是场上比分也12比8 目前史翠南到了赛点 所以说 他觉得这一杆只要自己去进攻去打就好了 所以出关稍快了一点呢 目标球那边的注意力就会放松 随谈这一杆利用了一杆右赛的这种杆法去打 十口之后呢 想去撞一下边库上的二号球 这样一个情况 或者甚至于说 他有没有这样去想 刮六的薄边再去撞二 你这个说实话有点太 太销魂 太高级了 这样一个大方 我想的是这杆球就在中单的这一个 我的想法是去借六进白球去K2 那这样的话把8也能解决到 而且有3来去接着 但是刚当时的角度可能 史翠南看的更清晰一些 可能不能那么等 现在这个六号球 史翠南不用去想了 亨特利帮他解开了 不过亨特利应该这一杆会打光了 12号球右边中带打进 15号球左边中带 打进即可以 K8右边中带 8号球中带 又扳回一分 场上比分9比12 那么利落后三局 时间呢还有39分钟 很够用的 两个人虽然是 15偏多了一些 但是整个比赛的进程其实并不慢 两个人挡得比较开放 对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马上进行抽奖 我们看一下史翠南这一杆的冲球效果怎么样 有球下 可以继续进攻 但是白球的落位 我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首先大力冲 所以说白球肯定会失控 不在你控制方面之内 但是今天它的运气来说 好像也不是特别站在台阶一方 这个冲球运气 嗯 其实大家如果说有仔细观察呢 这两天啊 我们国内的球手在冲球上 应该采用的 中立冲的还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 一个是有球从下 二呢 就是说白球要控制在自己想要的范围 好的 场上啊 史翠南在进攻啊 目前边裤啊 底裤上有两个花色球 10号球底带啊 轻推打进 自然叫到了 反方向的11号球底带 看一下这一杆 去叫啊 中台的这颗球 花色球啊 怎么样 这个白球落位 同样是发达里啊 出了一些问题啊 准度上受到影响 没有打进 换到了亨诺利上场 中队啊 二号 高杆顺势向下啊 轻轻的K了一下 四号球 这样的话啊 打四号 衔接一号球 低杆 有轻K的想法 应该 好的 轻轻的K了一下 角度呢 稍大一点 还可以的 打进以后 白球会自然向上方去 走啊 下了一些低杆 叫了一颗球 单子球中带啊 也是同样的啊 跟上一杆 实战一样啊 亨诺利在 自己不熟悉的球杆上 打低杆加赛 可能在准度上 会有一些偏差 对的 对的 如果说这个杆 他用的是自己的 那根 小多杆的风 有可能应该 准度上会 好很多 好很多 之前亨诺利也有一个 我记得是打右上角底带 试图反赛三四酷啊 绕出来 叫黑巴子 对对对 叫九号球 当时是 也是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对球杆加赛效果啊 使得呢 用自己的球杆 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这是一个传染 双方有时候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种东西就像感冒一样 我传染给你 你感染给我 你打得臭 我可能打得也不好 好的 目前亨诺利在场上进攻 还剩下两颗啊 单色球 六号球和一号球 黑巴的话 还在顶带的 底带口附近 如果说正常情况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表演一个大低杆吗 看一下啊 不是 中低杆的一个左赛 自然的借一下边库 交到了8号球很直 发力打劲 10比12 还落后两局 时间的话啊 还有36分钟 还是很够用的 第23局 十几分亨诺利开球 看一下啊 亨诺利最干的啊 开球效果怎么样 有球下啊 有球下啊 白球的话 位置还可以 如果选择单色球的话啊 左边边空的四二球 是一个问题 花色球目前去选择 那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啊 这一杆亨诺利 有可能会去打单色球 先打上方的六号球 这样的一个打法 直呼回来啊 也没有勾到14号啊 这是说很正啊 勾到必要 包边过来的 所以说要先 再打1 去调整啊 上方的接要求 是不是大的偏厚了一些 本应该不想吃代价吧 他应该是 有想下去吃 右边边裤 然后加一点右侧旋转 去叫底裤的二号球 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可能是打太正了 白球吃到了代价 不过还好啊 球权还在自己手里 目前只要顺利的把 四号球打进右边的底裤 底带啊 咱们就可以说 整都出问题了啊 没有打进 因为这个白球位置 是靠边裤的 所以说难度不小 现在场上啊 实在是在进攻 目前啊 打边裤的花色球 看一下这根准度如何啊 没问题啊 打进自然高杆过来 交到十号球啊 右上方底带 这样的话 打进十号 往后小拉杆啊 拉一点点 直边裤起来 交到了十四号球 左上方的底带 打完十四号球就可以啊 把九号球这样 十四九十一啊 因为黑八刚好呢 在中带附近 这样的话啊 可以用十一九这样的 两个球啊 自己去调整 十一号 底带 高杆啊 两库 这一干打法 其实就是纯粹的 有一些这种 其实前面有一局 石翠南就想这么干 但是那一局是 左赛加少了 对对对 这一干效果 没有这个这么明显 嗯 没问题 打进 恭喜石翠南 十三比十 战胜了亨德利 感谢两位大师 为我们奉献的精彩比赛 也感谢勇哥的精彩点评 好的 会呃 感谢观看